这次的发油呢 上面有一个大大的6 意思就是6种植物精油对头发的一个养护 我觉得会种草他们家的八秒发膜 应该就知道他们家对于这种修复毛躁的头发 真的是有非常神奇的效果 一个发油的话它是有分两款的 一款黑色的这个是滋润型的 二款这个白色的它是属于比较清爽型的 那如果你的头发不是属于严重受损 只是说想要让它日常看起来更光滑跟润泽的话 那你可以选这款 我自己的话是真的超级爱几个黑金的 因为它滋润的效果真的一几百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两张图的对比 我每次洗完头之后 我的头发就是左边的这个样子 特别的毛躁 而且就像是炸了一样 但我用这个发油在半干之前 在头发完全干之前 先上一个这个黑色的发油 上完之后再去吹 吹干 然后发现你的头发会顺特别多 而且都不打结了 能够完全满足到我们日常头发干枯啊 打结啊毛躁啊 一系列等等的问题 特别是如果你的头发是长期胖然的状态的话 那你就更需要这种对头发的这个养护比较大的有类 而且呢它是因为这个五酸感菌的这个护发模式 所以说即使使用你的发油不小心摸到你的头皮上 也不用担心 跟别有葡萄籽油 它是能够帮助修复我们的发质的葡萄籽油 这个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它能够看短话 然后降低葡萄线 就是日常光线对我们头发的一个生法 触人油 它是能够闭合我们的毛铃片 让我们的头发特别的柔顺 还有甘淡油 护过巴黄油 山茶花 六种油分 而且它的香味也是分前调中调后调的 有淡淡的柑橘味 非常清晰 它里面是有感光闪耀粒子的 上在头发上之后呢 也会让你的头发看起来变得光泽 上完之后你的手是完全不会有残留 容易的感觉的 非常感想 它已经完成了我的头发全部吸收掉 再来听的话 不管是日常用 还是你想要去深层 深层滋养都非常的适合